黎湾区官方通知 今天就是九点半开始 大陆续续我们已经见到 很多游客过来 小朋友弄 自己涂饰的 有这些传统文化挺好 一条龙船上边有总扒龙舟 这些就是半航四月 人威四月 这些就是契仔 后边的就是契爷 我们还遇到明云 如果有留意广州一个 很出名的电视视节目 应该都不会陌生 对这位女士 真是厉害 多开心 你看看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端午节的正日 农历五月初五 今天在半航村 又会举办一年一度 游龙的活动 我们现在已经在半航村 我们走过去 在这里走到过去 例子湾冲到大概十几分钟 便会到的了 话说今天是一年一度 炎暴老龙过来探 他们半航村游龙的好日子 我们在社交媒体上 已经得知 其实炎暴老龙已经到了 现在大概在羽坊附近 等着吉时又或者一些仪式 各种 拜神之类进来的 我们为何会知道 其实在社交媒体 有些媒体是会直播的 我们所以这样支支由由就是这样的意思 又跟大家讲一下历史 究竟他们是如何结缘的呢 话说万历年间 明朝万历年间 有一次炎暴老龙就过来 荔枝湾冲赛龙州 当时他还未算 很老的龙船 还可以比赛 去到比赛的时候 半航村有个年轻人 因为他要夺旗才为之胜利 因为跳下水 夺了旗 赢得了冠军 最后裁判都认为 应该是半航村赢的 但是赢了之后 半航村的父老乡亲 就认为 其实这样赢的方式不光彩 然后在翌日 将那些奖品 因为他们有奖品 就专程 很隆重地送回延报 延报又觉得 其实赢了就是赢了 对不对 应该是要尊重大会的规矩 第二天又再送回来 如此推药多次之后 大家都觉得 既然这么有缘分 这么有情义 不如就结契 这样 赢报那个船比较老 对了 赢报老龙 比较老 591年了 还是400年了 很厉害的 连在老龙上 慈禧太后 都有一些赏赐的贡品 我们等会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因为都这么久 慈禧太后 对了 赢报老龙 就是慈禧太后的 是的 好了 我们就慢慢过去 因为现在已经来到仁威庙了 老龙都差不多到 我们就在社交媒体上 得知远方的消息了 他们还在等着 还在等着入水闸 究竟是吉时 或者是什么原因 我们这些唐边可 当然不知道 不过 就可以知道 还没开始 跟以往的端午智一样 都是新水新汗 如果不是那么热 又会下雨 相比之下 都是热好一点 起码不用担遮 是不是 黎湾区官方通知 今天就是九点半开始 大陆续续 我们已经见到 很多游客过来 刚才我们在中山百路地铁站 出来的时候 也见到很多 爸爸妈妈 带着小朋友过来感受一下 你看 前边就已经是 他们好像是 这些衣服都是白色衣服 没几多只龙船 有骚子的 很厉害 你看那些人 已经排在那里 等着老龙来 话说上星期 我们也来过的时候 当然没有那么热闹 现在 正在等着老龙 这边 全部都排满人了 已经进来了 不过不是老龙 不是老龙 就是半糖 是 是 是 这个是 龙 仪会 他们都用白奖的 是 嗯 是 话说去年我曾经来过一次 当时是用直播的形式 大家的层浸感不同 今天我用影片的形式 已经有一个碳尾的农船 在这里的最近距离 其实整个棺材最佳体验 就是这个位置 夹着蓝就可以看到 如果说先头是近距离 看农船的好位置 这里的苦陷也是不错 但是这里人就更多 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没有那么浪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根据去年的经验 他应该会在前面祠堂烧炮掌 应该老龙来的时候 就会在那里探契仔 正如上次我们在南海所说 看农船好像已经变成嘉莲华 一来又可以感受到传统气氛 学习到传统知识 又可以参与其中 还有美食 比如果精种 碱水种各种 最佳的位置可能就真的是这里 因为前面已经是半堂死了 对面晒得非常 然后在这个位置 看到一个帅哥在喝天地1号的位置 就是他们村民所在地烧炮掌的 我今早看到已经有点烧过了 他们在泥湾湖进来 来 正在来 你看看多少人 很厉害 小朋友弄 自己涂饰的 有这些传统文化 挺好 在一条龙船上有种在爬龙舟 过瘾 好了 盐步老龙就终于到了 话说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早上在盐步出发的时候 大概7点半左右 有经过花底河 用拖船拉 不是你叫老人家自己一路爬过来 就要命的 会经过盐步 经过花底河 经过教口 经过珠江桥 终于到了 话说这条老龙 是现在 我最古旧 最有历史的一条龙 591岁 看见 上面写着 盐步两个字 全部都是 长者来 娃艇的 掌艇的 然后 它不是勁速的 大家看看 而且大家看见 他们的掌和衣服 都是以白色为主 挺开心 我拍你了 那些街坊市民 很热情 很刺激 我们会去前面 前面 就可以更近距离来看到 但是那里就不适合长期站住 因为那里会比较晒 然后有很多街坊市民 琴到在上面 是离远欣赏老龙的 话说这个老龙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明朝的孙德七年 1432年 时至今日 已经591岁 经过几百年 你说有没有破损 当然有 1987年 运到潘如大石船厂 就准备修整 经过大修之后 一直就如用至今 大家看看 它上边那些 酥 这条米 后面那条 是有酥的 它的酥是白色的 对不对 这是龙葱 很厉害的 上面又有很多年轻人 至于我 就是看这位先生直播的 对了 这位先生直播的 我就知道 去到哪里了 这些龙船上 肯定会有很多媒体 很厉害 它的器材很厉害 应该是后面那条 写着白色的 有个炎字 就是炎步 老龙 这些就是半航四 人威四 这些就是契仔 后面那些就是契爷 这个位置最好 可以在最近距离 这样看到这些龙船 来到之后 你看到契爷 当然要 欢欢喜喜 知道契爷来探契仔 大家都很开心 大家可以再近距来看看 老龙的龙船 是白色的 是与众不同的 我由今早7点半 开始看你们直播 一直看 看到现在才知道 就是这个帅哥 原来这么帅 是的 我以为是一个叔叔 原来是这么年轻的 同上一集 我们看龙船景一样 他们会巡游 始终这是市区 炮掌 当然没有昨天放得这么多 大家再来看看 半溪这里 叫半塘特眼囊 去到清朝同治6年 1867年 沿暴三乡 赠与半塘仁威廟 一个牌匾 上面写着 潘液发灵 在人威廟上 然后 好像他们那块牌 白色白底 黑字的 在全国 只有五艘龙船 可以用得到 大家看看 半塘和炎部 人威四廟 是白底 黑字的 不单如此 大家再看看 有桑的龙头 看到吗 当时 慈禧太后 听闻这种感人的故事 就赐了他们 谭香木制龙头 一个慈鸡味 十二支 我们近距离 和大家介绍 闫暴老龙 和探契仔的历史 现在我们回到 刚才 池塘口 可能会烧炮奖 不知道会不会 其实 老龙在过来的路上 一直都有 订炮奖 刚才我问过 媒体的 我一直看着他们 他们说 六点半就开始 我懒了 七点半才开始看 这只石井 这只石井 这是石井 刚才大家看见 为什么会有石井 其实是这样 如果他们水道相通的话 是会过来 探一下兄弟 表哥 老表那些 包括昨天 我们在教口 看到 还有隔壁村 是的 隔壁村也会过来探 甚至乎我老婆 还会认识熟人 在隔壁村 哦 炎暴鲁龙 又刚刚来到这个位置 我们现在面前看到 这个是石井 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 是有不同的 不过我刚才看到 牌子都是白底黑字的 来自石井 又有长者 又有年轻人 很厉害的 石井 石井 回龙 石井 回龙 石井 他们应该是往了龙津桥 那个方向 爬过去 因为那里就有一个大石 那个大石就过不了 还有水闸所在地 我们继续往这个方向走 等消炮着 看看鸭鸭鸭鸭鸣 前面过来和大家说一下 大家看到这个桥上 是有工作人员守住的 正如上一集所说 两个原因 第一个当然是安全 跳了两个下去不行 全部人涌上去都不行 第二个也是传统习俗 那里应该是德兴桥吧 确实如此 这里是有警察先生在看着的 是不能过去的 这条封了 刚刚过来封了 我们尝试一下对面 或者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也挺好 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是东教 方村东教 他们都是白衫为主 救生衣 当然要有 他们就往祠堂的方向 爬紧过去 我们也过去那边 我现在就过来 是桥的对面 鲲楼在对面 这里就曬得多 原来连石井汇龙 他们都是白底黑字的 刚才看到另外有一条 因为前面那条 他就不是白底黑字 再来 大家看到前面 他们除了没有炮奖之外 跟我们昨天在教口看到的一样 他们会拿酒和饼 用现代话来说 互相交换礼物 如果在那个年代 物资没有那么丰富 一旦交完酒 就很高兴 就可以再在这里庆祝一下 对不对 可以看到这个场景 这些都是爬龙船景的一些很重要的礼仪 那位小姐拿着烧酒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玉冰师 有时候还会封一张猴子过去 至于炮掌 我可能今天就未必会见得到 如果是 其实这个 他们真是一头汗 刚才遇到一位热心的观众 我们再看一会 他们今天活动 大概到10点半左右 10点半之后 我就要找地方吃饭 哪里有位置吃哪里 看见很多人好像散场 没有炮掌 就真的差点 不知道大家觉不觉 他们应该交换完礼物 就差不多都不出奇 这个好像未交换礼物 好 那我们四围走 之前亦都跟大家说过 来到这里 是不是很多小食 到节假日 这里很旺 你买点水喝就可以了 现在已经10点09分了 我们已经从一些渠道证实过 他们已经准备回去研布了 因为他不允许打鼓 又不允许烧炮掌 确实气氛 真的没有昨天在教口那么刺激 反而很多人来到黎湾湖公园 在这里玩 为什么呢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人家在考试 现在10点半还在考英文 在考英文听力 在考英文听力 你做个炮掌 确实不是太适合的 好了 我们现在就去找食物 沿着黎湾湖公园走 因为我们对这边 确实都比较熟 看看哪里有位就哪间 除了捉鸡以外 捉鸡几天前才去过 走吧 随着活动慢慢结束 因为老龙准备回到盐部 所以那些契仔 契兄弟 就全部来到黎湾湖口 送他们回出去 这里一出去一步之遥 就是鱼以坊 还在欢呼庆祝 很高兴 在黎湾湖上爬鸡仔 都不叫鸡仔 是龙洲 哇 厉害 我们还遇到迷人 如果有留意广州 一个很有名的电视节目 应该都不会陌生 对这一位来自 真是厉害 多开心 你看看 你看他玩得多开心 对不对 很多街坊小朋友 都认得他 厉害 每个人都说他真人 年轻的照片 美女的照片 我都认识 我们回到多保路 打算吃粥饭 由于时间太早 现在只是10点半 我们就在旁边 就这么近了 多保路市场 买点点菜 买完菜之后 找一间餐厅吃饭 我们是想买冬瓜的 如果看到这些 超市仔有 我们都会买 但是就看不到 有本地冬瓜 一元九毫八 这一种 好 现在天气热 吃这些好 一元九毫八 一个好重 我觉得这些可以试一下 嗯 找两斤 贵尾 可以 小粒一点 但贵尾是这么小粒的 你小粒一点 贵尾是 还要剪枝 剪 剪 剪 2元 11元 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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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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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一点 没有那么便宜 今天过去剪 弟弟放血 放血 然后我们买完荔枝 就可以在市场 买点冬瓜 然后就离开了 刚才我们在超小 看不见有冬瓜 而且那个又不太对 还有猪肉 买人买 早上 早上可以考虑 买不买 买骨 来到街节 亦都会有很多人 买好一些水产 今晚是煮 凉菜 老虎斑78 南瓜子98 至于这边 还有一些虾 33也有 九折虾 万油 25 万油28 终于我们看到冬瓜 我们喜欢买这些切开的 冬瓜怎么买的 冬瓜怎么买的 2元 2元 这些千辛万苦 我们就来到国强 这里吃炒牛河 吃炒牛河 吃炒牛河 吃粥 和 这个 腸粉 国强 这个炒牛河 故知不最好 据说他们这个 香港叫炸粮 我们叫油炸鬼 的 腸粉 我们就是喜欢在这些 这么逼杰的餐厅里面 来吃 刚才我还在 看龙船的时候 遇到一位 观众 真是巧合 他都说 去吃小店鲜鲜鲜鲜鲜 给钱 就是最好 真是要杀łe 计划 的腸粉 用絮糕 材料 没有我们以往的 做得那么厉害 也没有 例如也计划 9元一碟 9元 9元 油炸柜好像刚刚炸起的那些那么脆 就是不可能的 放到中午 加之夹到腸粉里面 就没有那么脆 但是这样就要吸收那些豉油 你看 我们就是喜欢街坊 这些小店的味道 后面全部都是街坊 这个虽然好吃 但是最期待的都是炒牛河 而且我看到那些炒米粉也很好 如果大家不够可以再加 腸粉也很好 因为腸粉是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观众问为什么这些吃腸粉 因为我们普通人当然吃普通东西 这些就是普通人最爱的 腸粉就是其中一种 摘下来 船仔粥也到了 船仔粥也不到 16-18元 上面功夫都足 那些蛋丝 你看蛋丝 是这么薄的 油炸鬼也有 然后花生 与此同时 这里来到必吃的炒牛河 也都送上来 老实说 都不便宜的 21元一份 如果我们去过五折茶楼 真的差不多消费 但是这里 据称是很有可能 是全廣州最好吃的一家 其实有个问题是这样 我没有吃一回事 因为在他们门口 就有现炒 现场炒完即刻送上来 是真的 嗯 够了锅气 看看他们的色炸 它是用这种窄身少少的果粉的 芽菜也肯定有 葱也肯定有 就简单单单 摘下来 现在看底部也不会有太多油炸 是吧 蒸牛肉是有腌过的 但是也有焦香味 粉也有少少焦点 基本上就是这样 至于这个艇仔粥 我们要放一下才吃 葱也有 花生 烧鸭皮也有 厚米 虾 不是虾米 又有 虾 是鱼、鱼、拥鱼、鱼酥 那些 那些 油炸的 椰鱼 和烧鱼肉 不过粥要等一等才吃得 真的够肉气 就完全不能说 在吃起来 它已经感受到肉气 和焦焦的味道 不太怪 不知不知 香不太咸 有时候太咸 老抽 芽菜可能让我放了一点 变老 基本上就是这样 大家看看大雨天时 也有七八成 现在是中午 而且价钱 比较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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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价值这个价钱 接下来到我尝试这个粥 真的有很多材料 而且已经放了一段时间 变成虎仔 这就是我们吃艇仔粥 最过瘾的地方 艇仔粥是 广州一道名菜 吃艇仔粥是最好的 我吃得出柴鱼的味道 我吃得出柴鱼的味道 可能粥底有落 吃得出柴鱼的味道 小时候 常常有柴鱼花生粥 当时的花生不是炸脆了 是淋的那种花生 但除了柴鱼的味道 还有其他蛋的味道 葱的味道 各种都有 多了 多了 这样 这些粉 你不要看它那么多 而且老婆说 那些粉 你不要看它那么贵 而且它是用圆碟缸 所以感觉上好像很少 其实份量很多 好了 今天我们就玩完 愉快的一日 明天继续去哪里画 如果不是 可能回到市区 约定各位公众 下集见 拜拜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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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